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根据人民陆军公众号近日发布的消息 解放军陆军隆重举行了2023年开训的动员会 会上陆军司令员李乔明发表了动员讲话 这是官方第一度确认中国陆军新任司令员的身份 军事分析人士注意到 在中国军界李乔明曾经开创了两个纪录 第一是开创了战区陆军司令员直升 本战区司令员的先例 第二是开创了战区司令员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 而且李乔明上将和其他解放军高级将领不同的是 李将军曾经在多家 重要的媒体上面发表过很多 实用性极强的专业文章 是军中一位有名的渔将 他曾经发表多篇有关 治军 军改 以及外军战争的深刻分析文章 尤其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里面 俄军特种部队的战术运用方面 更加 是分析得 哪匹入女一针见血 对解放军陆军的未来作战模式 是很有借鉴的意义 官方简历 显示61岁的李乔明 畜生在1961年4月 河南 洛阳 燕斯人 15岁参军 长期服役于 袁广州军区 2010年任 袁广州军区第41集团军的参谋长 2013年是升任 袁第41集团军的军长 继身正军级 2011年是晋升少将的军下 2016年被任命为解放军北部战区 陆军司令员 第二年又被任命为北部战区司令员 直到现在成为中国陆军 最高将领解放军陆军司令员 相对应的是 李乔明在2017年7月 晋升中将军下 2019年12月是晋升上将的军下 在军轨后 2016年初 时年55岁的李乔明 从驻扎 广西纽州的第41集团军 北上 山东制南 升任 北部战区陆军 首任的司令员 制身 副战居级 值得注意的是 李乔明在北部战区 陆军司令员的纲位上 只是任职了一年半 就升任为北部战区司令员 接替转任后勤保障部部长的 宋普选上将 成为北部战区 第2任的司令员 一般而言 从战区 陆海空军司令员 升任战区司令员 大多数会跨战区的交流 晋升 李乔明创下了战区陆军司令员直升 本战区司令员的先例 继李乔明之后的第2位 战区陆军司令员升任 本战区司令员的将军 是西部战区第3任司令员 徐喜宁上将 当时 西部战区第2任司令员 张毓东上将任职不到一年就离任 时任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员的 徐喜宁将军接任了 西部战区司令员的一职 2019年10月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里面 李乔明代表各自战区担任 战旗方队的指挥员领队 2019年12月 李乔明晋升陆军上将军衔 2022年9月8日 新任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 晋升空军上将 这样也意味着 担任北部战区司令员 5年的李乔明卸任 作为较早晋升上将的60后军官之一 李乔明是超过曾经担任西部战区司令员 4年多的赵中旗上将 成为军改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 战区司令员 分析人士注意到 李乔明将军 曾经在2016年 在解放军报上 发表了一篇题 从俄罗斯两场战事 看现代战争新发展的文章 文中 李将军是分析了俄罗斯 在2014到2016年间 出兵 聚里亚和克里米亚 两场战争 从国家战略 军队改革 作战样式等方面 是传释了俄罗斯出兵的意义 尤其是 俄军出兵克里米亚 俄军高效的作战方式 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派遣特种部队直接 潜入乌军国防部 散改乌军最高层的命令 又矫召命令 乌军前线的乌军 禁止对亲俄的民兵使用武器 导致 前线的乌军直接放弃抵抗 就被迅速分割包围 最终 俄军以及亲俄的民兵 以最小的代价 撅毫了乌军前线的乌军主力 李将军特别指出 俄军两次出兵 是有以战速练的想法 就想借实战 检验军改的效果 这种思想 值得解放军参考 李将军尤其重视特种作战 认为现代战争 是越来越追求 战争规模 是小型化 用兵要快速化 效益最大化 他的核心就是善用特种部队 而特种作战的实质 就是专业化的作战 比如俄军特种兵潜入乌军国防部 散改命令 在敘利亚作战期间 利用特种兵潜入敌后 指引打击目标 研究跳散的飞行员 夜间大规模的突击敌人的反坦克阵地等等 无不体现俄军特种兵高超的情报集成 精准行动的能力 如果特种部队专业不达标的话 将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后果 甚至是战略上的挫败 在文中 李乔冥将军还提到 现代战争一定要慎选 用兵的方向 俄军出兵 敘利亚和克里米亚 都是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的目标 出兵方向 科学 准确 两次作战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俄军那段采取军事行动 并选对了突破口 用最小的代价迅速 解决难题 没有陷入 好像阿富汗战争那样 陷入战争的泥潭 但是 2022年2月爆发的 俄乎冲突里面 俄军的表现 就完全相反 出兵级 情报错误多 后勤准备不足 远程火力准备弱 没有控制冲突的规模 等等 低级的错误 最终导致了 现在 僵持不下的局面 陆军上将 李乔明 接任解放军陆军司令员 解放军陆军 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陆军 亦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部队 总人数 接近100万人 目前的陆军 下属有13个集团军 包括82个不同类型的合成旅 一般 一个合成旅的人数大约在4000到5000人之间 据不完全的统计 陆军目前拥有超过 5250辆的坦克 装甲车 35000辆 自行火炮 4120台 牵引火炮 1734台 火箭炮 3160台 另外大约还有1500架的 武装直升机 军事分析人士认为 李乔明出任解放军陆军司令 将给陆军在多个方面的作战能力 带来更新 和提升 未来的解放军陆军 一定能够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 一支作战力量强大 具备联合作战能力的高机动反应部队 近日 央视军事新闻 罕见地公开了 海军 饮马湖 半潜船 训练训训练的画面 报告就指 海军 某作战支援舰的支队 饮马湖半潜船 机动近千海里 吩咐 某一个陌生的海域 连续多日 转转地在多个训练海域 展开 船转运的训练 贴近实战 检验 半潜船精准投送 多元保障的能力 饮马湖半潜船 造型很奇特 和一般海军的水面舰艇有所不同 通常是拥有较深的食水 但是它又不像潜艇那样 完全是隐没在水里面 而是有部分的舰体或者结构 外露在水面外面 通过本身 压载水的调整 能够迅速改变自身的浮力 来实施 上浮 或者下潜 将 装货的甲板潜入水里面 此舰在战时能够成为 战选了的驱逐舰 护卫舰等主战的舰艇的 海上临时收船 必要时 也能够将 战选严重的海上 无法抢收的舰艇 从海上拖回 运到船厂 进行抢收 和维护 他还可以 运在大型的汽舰登陆艇 就将主战坦克 步兵战车 或者自行楼弹炮 等重型的陆战装备 以及 海军陆战队员 或者全副武装的登陆步兵 输送上岸 实施 实施 夺岛 抢滩 登陆的作战 尹马狐号 半沉船是中国海军实施 跨海作战提供了 独特的能力 有效提升中国海军 海上支援和保障的能力 针对 2022年 中国海军 辽宁舰 航母编队 在西太平洋 最后一次 远海训练 日本防卫省 通报了 最新的情况 说到 在2022年 12月17日 至到31日的期间 辽宁舰 共计进行了 320架次的 舰载战斗机 和直升机的 起降训练 这个 从预金为止 辽宁舰在西太平洋海域 训练期间 舰载机起降训练数量最多的一次 同时 也是 辽宁舰远海训练中 航迹最远的一次 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中出现了很多 新的成员 他的 护航 舰艇包括了两艘 055型驱逐舰 安山艦和巫石艦 052型驱逐舰 成都艰 054A型 护卫艦 组装艦 和901型综合補给舰 呼伦湖 湖湖南 遼宁舰这一次不单只是艦载机起飞 起降架次有了新高 更加是引起外界关注的 是他一度靠近位于关岛的美军军事基地 日本官员 在去年12月28日证实 遼宁舰偏队 在12月23至25日 是一度航近 关岛西側的偏远岛序 这个 被认为是遼宁舰从2016年开展 远海训练以来 距离最远 活动半径最大的一次 1月3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召开了2023年 型号工作会 总结2022年 集团公司型号的工作 部署2023年的重点任务 会上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表示 2022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是成功实施六次 空间站建造发射的任务 以及两次 飞船返回任务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宇航连发射的次数 是第一次突破50次 创造了 宇航发射和型号飞行试验 连续成功的新纪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 张中阳 作了 型号的工作报告 报告讲到 2023年 集团公司计划安排 五十几次宇航发射的任务 空间站工程进入应用和发展的阶段 空间站转入 常态化 运营模式 全面推进探月工程四期 和行星探测工程 开展 上额7号 天文2号等 型号的研制工作 完成 长征6号丙 运载火箭的首飞 完成 商业航天和整星出口 合同的 礼约工作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也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新节目 10分钟看中国 每日用10分钟 告诉大家 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对看 现在很多媒体比较少说中国的新闻和分析 而且多数都是说负面的 小有说正面消息 叫年轻人每日抽10分钟 看石楼台新节目 10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 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